来到HOMEWORK 7,BASIC TASK 有几样东西在这个TASK里面 第一样东西就是设计interface的时候 你留意到它在下面会弹出一些字 所以第一件事,这里下面有个隐藏Label 所谓隐藏Label的意思是它其实也有名字 但它在上面显示的字就没有了 第二件事,TASK里面上也没有字 你想想方法帮我移走这些字 第三件事就是我们会用到的Block 按Block 这里 我们会用到几个Block 我们希望按键它有反应 所以我们按那个是Button1 在Button1 后再按 当我们按键它会做某些东西 按键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会处理Label上面的文字 或者TASK里面上的文字 Label 和TASK里面上的文字 Label 和TASK里面上 都像之前那样 Label 和TASK里面上的文字 有GET功能 有Set功能 自己想清楚 究竟我们是要 GET它的字 还是把它的字设定 很简单 另一个想法就是 看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 基本上都很难错 第三件事就是我们会打字 我们会用两个Block 文字的Block 第一个是打字的Block 第二个就是我们把字 连在一起 使用 你可以把你想要的 连在的字 放在它后面 它就会把两个字 连在一起 就是 当你的Program 未写好 或者有些错 其实下面有些 Warning 和Error 你可以自己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份功课 其实也在书 第22页 你会看到有详细的指示